公車進站 白衣男下車 右手掛著外套 一切看似正常 但這時公車上有女學生 嚇壞了 女學生控訴 五月二十二號下午放學回家 這名男子在中心街口站上車 明明還有位置 但男子卻刻意用站的 女學生募集 男子拉下拉鍊 露下體還做出不雅動作 有沒有馬上大叫 有沒有請司機開到派出所 那他就說沒有太快了 他一下子就跳下車 女學生第一時間嚇壞了 傳簡訊給媽媽 說男子的怪異行為 才準備要開口呵斥 對方卻下車跑了 被害人的母親急著安撫女兒 要他別怕 遠離他 並且記住長相 男子被控訴 在公車上面露下體 還做出不雅動作下女學生 而且隨後這個公車 來到了捷運車站之後 他就下車逃逸 地點卻發生在三重分局的正對面 事情是越來越多發生的 感覺上是這樣子 那警方這邊又一直說 這個部分可能需要發文 家長群組討論 並非熟悉案件 這名女學生嚇壞了 天天做噩夢 媽媽好心疼 不滿事發在五月二十二號 隔天就報案 但是警方到六月二十一號 將近一個月才通知取得畫面 警方表示公文往返花了些時間 但畫面上並沒有拍攝到男子不雅舉動 因此呼籲目擊民眾能夠協助指認 揪出這名公車色狼 記者姚立強 邵紫陽SG小組 新平時報道